那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 清真教育晚上的复飞试听课 然后是本节课的生活老师 我叫自由 这节课的话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 是我们Python采集知乎专栏的文章 然后把这个文章保存成PDF的一个文件 然后的话我们今天会用到的一些环境的话 除了Python 3.10和Pycha以外的话 还会用到一个特别的一个东西 就这个HTML2PDF的一个软件 然后这个软件的话 各位同学啊 你们没有的去找一下咱们的木质老师 去找木质老师去要一下 让他发给你 加了的话你就找他要 没加的话你就加了再找他要 好吧 然后我们用到的一些模块的话 像Request、Parsal 还有我们这个PDFKIT的话 这三个模块是需要各位同学去安装的 没有安装的话 你们自己在CMD里面去进行安装一下 因为这几个都是第三方的库 去安装 然后我们直接来爬 爬的话我们还是一样的 按照爬虫最基本的一个实现流程去走 还是写个笔记 这个笔记的话 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去找我们的木质老师要 好吧 来啊 爬虫的实现基本流程 这个的话不知道的同学可以记一下 他的话就是第一个数据来源分析 来源分析 然后里面分为两步嘛 明确需求和我们的一个做法分析 然后代码的实现步骤的话 就是四步嘛 发送请求 获取数据 还有我们的一个解析数据 哎 解析数据 然后第四步 保存数据 OK 啊 截图记了 那那你还挺快啊 挺快 然后明确需求的话 就是明确采集的一个网站和数据内容 对不对 明确 明确 哎 明确 打错字了 明确采集的网站以及数据内容 按照我们正常去采集数据的话 呃 都是先从单个到多个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案例的话也给大家分为两个啊 案例的话也分为两部分啊 先是单个的一个呃 单个文章 内容采集 然后再到多个文章内容采集 一样的啊 我们都是从单个开始 然后到批量采集 OK 那么啊 网址的话 那我肯定就随便选一个嘛 对吧 任意选一个文章内容啊 我们就 呃 选这个 选哪个 第一篇吧 就这一篇吧 那就这个啊 这个网址 来网址我怎么发不出来啊 发出来了 第一篇文章 我们先把这里的话给它采集一下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网址 哎 网址 然后我们的数据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文章内容啊 文章标题还有我们的文章内容 那文章的一个内容啊 就把这些东西拿下来 OK 确定好了之后的话 那么就来抓包 抓包的话就是通过我们浏览器 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分析对应的数据位置 哎 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基本的流程步骤的话 三步啊 打开开发者工具 刷新网页 通过关键字 搜索找到对应的数据位置 OK啊 这是我们抓包的一个基本内容 你这样打开开发者工具的话 你就F12就行了 啊 我们在网页上你F12或者说右键点击检查 选择network 然后我们所使用的话就是 谷歌浏览器啊 因为我今天用的是谷歌啊 使用的浏览器为谷歌浏览器 按例使用吧 防止大家有同学不知道的啊 OK 那么只要按照这个两步来 那么首先右键点击检查 选择网络 打开我们这一个开发者工具 是吧 打开这个界面啊 打开没有啊 这个的话可以跟着来做啊 可以跟着做 没关系啊 那打开之后的话 我们刷新下网页 刷新刷新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会有相应的数据包 会给我们进行返回 一共有100多个请求啊 103个请求 然后的话啊 有了数据之后 我们前两步不就做完了吗 对 我们前两步说的一个打开和刷新就搞定了 然后第三步通过关键字去搜 这个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你需要什么数据就搜什么 需要什么数据 就搜什么数据 对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关键字啊 你要什么 你就以它作为关键字去搜就好了 那我们要的是标题的文章标题和文章内容吗 那我们就直接搜一下 它的一个内容吧 好不好 搜一下内容 那我们把这个内容复制一份 那这个不就是它内容吗 复制一份啊 然后点击搜索按钮 然后输入我们的搜索内容 把这个内容给它输进来 然后回车一下 回车之后的话 哎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数据在哪个数据包里面存在的 他就会直接告诉我 哎 我想要的这个数据在哪里呢 哎 在这个里面是有的 对不对 在这里有的话 那你就可以点击去查看它返回的数据 那这里不就是我们的一个内容吗 不就是有我们的内容吗 我们也可以点击预览查看啊 点预览查看的话 你会发现啊 我们的一个文章标题 还有我们文章内容相关的一些数据 不都是在这里面吗 懂了没有 那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包就是哪一个 就这个数据包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数据包地址 懂了吗 好 我们搜索是怎么做的啊 再给你们演示一下 复制它里面的内容 复制内容 点击搜索 然后输入内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包 来写一下 第一步复制内容啊 复制内容 第二步点击搜索按钮 点击搜索按钮 然后第三步 输入搜索内容回车 下面的话 他就会把相关的数据给我们返回出来 有些人说老师 他我这样子搜的话 没有啊 没有的前提是干嘛 你得刷新一下网页啊 你别没刷新的话 你就去搜 那是肯定是搜不到的啊 要要刷新 让他的数据内容重新加载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看到相关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是我们搜索的 就我们刷新的一个步骤的话 就是让他的 让本网页的数据内容重新加载一遍 那加载之后的话 你去找数据才能找到 你没有刷新的话 你是找不到的 刷新了 然后搜索了 找到了吗 那应该是找到了啊 就是我们的文章内容啊 缅缅缅 那我们想要的数据不就是在这个里面吗 啊 在这个里面啊 OK啊 那知道之后的话 我们对吧 我们第一步就搞定了 第一步非常快啊 对于我们这种 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些抓包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的啊 就按照这个流程来走就好了 你要什么就搜什么 短你一定要去刷新啊 完事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代码步骤去写代码了 发送请求的话 他就是模拟浏览器 模拟浏览器 对于我们的URL URL地址发送请求 获取数据的话 就是获取服务器 返回的响应数据 解析呢 就是提取我们需要的数据啊 提取我们需要的数据内容 然后保存数据的话 就把提取出来数据啊 把提取出来的文章内容啊 文章内容还有文章标题 对文章标题嘛 主要是内容嘛 保存啊 我们的一个PDF啊 PDF文件 对不对 这是我们差不多的啊 整体的一个小思路啊 小思路 老师真好 还有做笔记 不做笔记的话 我怕大家 怕大家很多同学跟不上啊 然后这个笔记的话 你们到时候 也可以去找我们的 木子老师要啊 客户的话 会发给大家的 你加了木子老师 等到客户的时候 像录播和笔记的话 都能直接发给你们 OK啊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呃 我们的一个 啊 思路啊 这是我们的思路啊 思路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啊 思路就这样子的 你们班的PY老师 对着苏联啊 不应该是对着PPT 你吗 OK啊 那么来 发送请求 模拟浏览器 对于我们的UL地址 发送请求 然后这里面的话 就三个点啊 三个东西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三个东西 呃 第一个模拟浏览器 第二个 我们的一个UL地址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个请求王者 第三个的话 是什么呢 啊 第三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呃 发送请求啊 就这三个点 对 我们写发送请求 这一部分内容的话 就只有这三个东西啊 这三个东西 然后首先的话 模拟浏览器 模拟浏览器的话 我们使用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使用的是 开发者工具中的标头 我们是在开发的工具里面嘛 然后我们是选择了网络吧 对不对 然后网络的话 你可以点击数据包 啊 点击数据包之后的话 会有一个标头 哎 会有个标头 标头下面的话 会有个请求标头 打请求标头 然后请求标头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把他的UA 给他复制过来 啊 把他的一个UA 就是这个user agent 给他复制过来 来UA 简称UA啊 啊 就这个玩意 你直接给他复制过来就行了 那就就这个东西啊 我们呃 点击数据包 数据包下面的话 会有一个请求标头 那比如说我们点了数据包 然后有标头 标头下面的话 会有我们的一个请求内容啊 我们大概的几个图吧 对 点击数据包 然后他下面会有一个标头啊 标头下面会有一个请求标头 然后我们是用请求标头中的一个UA 就可以了 把他的UA复制过来啊 啊 就好了 然后需要额外注意的话 就是我们的呃参数啊 就是我们复制过来的参数 你要给他在代码当中啊 就就是我们复制过来的一个参数内容 在代码中 需要用字典的形式 啊 接受 要用一个字典的一个形式啊 就要构建完整的建制 对 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UA复制过来 我们直接给他复制 复制粘贴到我们代码当中的话 模拥卖器 那就是用一个字典 用一个字典去接收 把这个内容给他复制过来 加上我们相应的一个引号啊 加上我们相应的引号 一定要加啊 因为它是个字典的形式啊 构建完整的建制队啊 然后这个UA的话就是用户代理 表示浏览器的基本身份信息 用来做一个最简单的模拟伪装 用来最简单 你这个的话就直接复制就行了 没有什么很多特别的一些烧烧作啊 没有烧烧作 对啊 没有烧烧作 然后第二个我们的一个URL地址 是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请求网址 这个请求网址的话 我们也是 它其实就是怎么呢 就是刚刚啊 刚刚我们第一步 第一个大步啊 第一步 抓包分析找到的链接地址 你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就我们刚刚不是已经找到了这个链接吗 对 这个链接在这个常规里面啊 就把这个链接你直接复制过来就行了 对吧 直接复制URL 等于它啊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文章的地址 文章地址 直接给它拿过来就行了 那么第三步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是通过什么呢 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呃 调用 第三方的一个模块 哪一个request啊 进行的一个数据请求 然后他需要注意的话 你就注意两个点就行了啊 注意两个东西 一个是请求请求方法 还有一个呢 请求参数 那请求方法 我们能够在哪里看啊 啊一样的啊 就在我们的一个 就是你找到了当刚刚的一个那个数据包啊 找到刚刚的数据包啊 找到刚刚抓包啊 分析的一个数据包 数据包的话 它也会有个标头嘛 对不对 那标头下面的话会有个常规啊 常规里面不是有我们的请求王者 还有他的一个什么呢 请求方法啊 会有个请求方法的 你能够直接看到到的 你知道在这常规里面 它会显示有一个什么 请求的一个方法 那这里是get的话 那我们在代码当中也用get 对通过我们分析的话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get的一个请求 对不对 get请求 OK 那直到get请求之后的话啊 像我们的一个参数的话 呃 它这里没有参数啊 是吧 我们直接是一个链接 它没有参数 懂了 没有参数 一般情况的话啊 一般情况啊 get请求 这里说一下吧 get请求的话 它的一个什么呢 查询参数 一般啊 都是什么呢 都是在我们的链接中 啊 展示的 那我们这个的话 是没有的 但它是没有的 没有我们的一个 查询参数的 没有我们的一个参数的 一般是在链接后面 问号后面的内容 啊 你比如说哪一个呢 比如说这个吧 啊 给大家举个例子 啊 比如说这个 我把这个网址复制过来啊 那 像这种情况的话啊 像这种情况的话 那这个问号后面啊 问号后面这一段啊 这一段属于它的一个查询参数 它是直接在链接中展示的 那那我们这里是没有什么的啊 没有问号的 没有问号 没有问号这个内容的 所以说它是没有参数的 如果说有的话 你就直接复制链接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破色请求 破色的话 它的一个请求的一个表单参数啊 就是一个表单的一个数据 的需要啊 可以干嘛 它是隐藏起来的 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隐藏的 啊 隐藏的 它是一个隐藏起来的 我们在载荷中啊 在我们的一个载荷中 可以查看到的 可以查看到的 这是关于破色请求 和get请求啊 那我们这里是get的话 就没那么麻烦了 就比较简单了啊 比较简单 那我们直接导入一个模块啊 导入我们的一个数据请求的模块 import一个request 然后通过request 点上一个什么呢 get 把链接传进去 ul等于ul 我们请求头啊 也给它传去 headers等于headers 把都给它传进来 再用一个变量名去接收就可以了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发送请求的 基本代码内容 就这么简单 你只要找到相关的数据啊 那我们的内容的话 就全部可以拿得到 打模拟乱器可以复制 链接可以复制 然后这个方法的话 根据网站来 来把相关的内容传进去就好了 传进去就可以了 这一步就这么带代码 这一步不多啊 这部代码的话 都不需要自己写啊 基本上都可以去复制的 服务器返回的响应数据啊 Python代码的话 相对还是比较简洁的啊 这个还不算多啊 OK 然后过去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的话 一般就三种情况啊 一般就三种 好 过去服务器返回的响应数据的话 就一般三种 一个是response.tax 还有一个的话是一个response 点上我们的接程 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 response 点上content 就这三种啊 没有 我们获取数据的话 就这三种情况 第一个的话 这个是获取响应的一个什么呢 文本数据 文本数据 一般情况就是我们的一些网源码 网易元代码啊 元码 导文元码的话会用它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获取什么呢 获取响应的一个接程数据 对 这个的话就必须是什么呢 它必须是完整的接程数据 就它的响应啊 就是响应数据啊 必须是完整的接程数据啊 你不是完整接程数据的话 你用接程去取会报错的 那第三个的话是获取响应的一个什么呢 二进制数据 那一般常用于什么呢 常用于我们获取 获取像 获取像我们的一些什么图片啊 图片啊 或者说音频啊 或者说视频 对吧 等等这种特特殊格式的一些文件内容啊 它的一个 获取这些数据的一些数据内容 二进制数据内容 保存 一般我们做数据保存的时候 可能会用它 会用它 按照我们今天这个的话 我们是要获取什么呢 获取这个 它的响应数据是什么 那这个的话不就是网源码吗 对不对 是这种有标签的一个形式啊 像这种标签的一个形式的话 我们就直接获取它的一个文本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就是获取响应的文本数据 那一个html等于什么呢 呃 response 点上我们的一个text 点上text 然后我们printer 打印一下这个html 来运行 OK运行一下 看一下是否有得到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啊 看这里面有没有返回我们的数据 有返回吗 有没有返回 好像没有返回 这是不是没有返回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你看没有 按正常的话 呃 好像看着 我不知道有没有 看着好像有点像啊 有点像 那我们来搜一下嘛 那我们可以直接搜一下 打也不用搜了 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 有啊 打这个函数的使用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 那这个eve的一个函数 那这里面的话是有我们的内容啊 因为我这样子看的话感觉好像没有啊 没有 如果说你不确定有没有啊 因为他就反 他刚刚返回的是这些内容嘛 如果说你不确定他是否有返回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按着一个counter.gf去搜啊 去搜我们这个数据是否有返回 就比如说你复制 复制我们这个呃文章里面的内容 你把这个文章里面内容 你给他稍微复制一下 你给他这样子复制一份 复制一份之后的话 呃我们在这里面去搜 看他有没有 哎有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啊 没有的话那你就要去分析一下 是不是被反扒了啊 是不是被反扒了 懂了吗 ok啊 如果说想获取歌曲和文本 歌曲的话那你获取二进制啊 你获取文本的话那就是text啊 对不对 那你的链接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你歌曲的链接是歌曲链接 文本的话应该是在另外一个链接里面 这个不冲突啊 好吧 那我们第一步第二步就搞定了啊 我们第一步和第二步就完成了 那第一步发送请求和第二步获取数据就搞定了啊 有没有想问的问题 有没有 关于我们第一步和第二步有没有哪行代码不懂的 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第三步了啊 第三步的话就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的 可能同学因为解析数据的话是没学过的 提取我们需要的数据内容 懂了是吧 OK 解析数据的话我们导入一个解析模块啊 啊 导入我们的一个数据解析的一个模块 import puzzle 刚进来还没懂刚进来的话那你要为你自己迟到而买单啊 那这个不能老师来给你买单也不能让其他的学员给你买单 你只能自己买单 好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迟到了吗 是不是 OK我们用这个模块啊 用这个模块去给他进行解析数据啊 啊 怎么去做呢 因为我们首先啊 首先在这个地方就获取响应数据的话 我们所拿到了这个内容啊 啊 所拿到了什么呢 呃 拿到了这玩意 对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html的一个字符传数据 所以说我们首先得把 把获取到的html字符传数据 转成可解析的一个对象 啊 给他转成一个可以解析的一个对象 就是我们可以丢用一些解析方法 去对他的数据进行解析 好吧 那我们用什么呢 这个puzzle puzzle点上selector 把我们的这个html传进去 再用一个什么呢 select的一个变量去接收 好吧 那他的话 这里会返回一个什么东西啊 他返回的是一个啊 这个对象 你看没有 是一个这样的对象 他是一个selector 是选择器的意思啊 是一个选择器 那这个的话 他里面就可以调用一些什么呢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啊 xpass啊 他可以用xpass去匹配数据 也可以用什么呢 css去匹配数据 也可以用正折去匹配数据啊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里面的话 他封装了这三个方法 但用xpass也可以取数据 用css也可以 用正折也可以 那我们今天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教大家用什么呢 用这个css 啊 css 提先提取我们的文章标题吧 把文章标题先取一下 这个css选择器怎么去用啊 来给大家讲一下 css选择器的一个简单实用 首先的话 css选择器 它是根据标签属性 提取数据内容 提取数据内容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想要获取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的话 要获取什么呢 要获取标题的内容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 要通过我们的网页 对吧 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网页去查看 它的一个标签位置 那么就可以通过开发者工具 中的元素面板 查看标 查看标题对应的一个标签位置 对应的标签位置 老师是广西吗 不是广西啊 我湖南的 听到我的口音 有点像广西的口音吗 不应该吧 虽然说我在广西待过 OK啊 那么第一步的话 是通过开发者工具中的元素面板 去查到对应的一个位置 这里的话我还是 还是以这个来吧 这样写的话 有一个图文了 好性感 有多性感 我们通过什么呢 通过开发者工具中的元素面板 查看标题对应的一个标签位置 OK怎么来看啊 来我们教你啊 教你们一下 微信号多少 可以加一下吗 你是男还是女孩子 来我们在这个元素面板 看到啊 这里有个元素面板啊 有个元素面板 我们点一下 好吧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 点了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箭头啊 用这个箭头 用这个箭头啊 注意听啊 用这个箭头选中我们的标题 选中 就是我们要 要标题嘛 那我就用这个箭头去选 选中之后的话 你看他就会告诉我们 哎 我想要的一个标题所对应的标签 哎 就这个he 对he的标签啊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标题所在的地方 那我们怎么去写css语法呢 对不对 这第一步啊 通过我们的开发者工具啊 找到对应的一个标签位置 然后的话啊 css语法的话 我们可以复制 语法 你不会啊 不会的话啊 不会啊 不会的同学 可以干嘛呢 可以直接复制 怎么复制呢 对 我等下会教你啊 等下会教你 来我们先看他啊 怎么去弄 旁边这个的话 就是他的一个语法 旁边这里就是他的一个语法 这个就是css语法 这个就是啊 这个就是他的语法 啊 这是第一种方式啊 这是第一种方式 然后如果说你想去验证啊 你想去验证他的一个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countergf 啊 countergf 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验证他 来我们把这里结个图啊 结个图给你们演示一下 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完整的图 来 首先第一步 我们选择这个元素面板 那就选择这个箭头 对啊 选择这个箭头去选中我们的一个数据 哎 第一步啊 通过箭头 选择啊 标题啊 选择标题 对 选择标题 它会是个蓝色嘛 然后选择完标题之后啊 然后呢 他会直接给我定位到啊 直接给我们定位到他对应的一个标签位置 对 直接定位 通过标题 这个第二步啊 可以直接定位到对应的一个标签位置 是吧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是在什么呢 在一个he的标签 然后class类名为posa-data里面 是不是 这个的话就我们的标题 有了之后的话 那我们第三步就看这个地方啊 第三步就这里 然后通过标签可以查看什么呢 来 第三步 通过标签可以查看对应的一个css语法 是吧 你可以直接给他复制过来啊 直接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 我们能够在下面这个地方啊 在下面这个地方 你按一个什么呢 counter加f 加f啊 对吧 搜索啊 搜索搜索的话 这个搜索的话可以通过什么呢 可以通过注串 可以通过css语法 或者说xpass语法啊 定位数据啊 定位数据 对 他这个搜索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功能啊 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去定位的 那他这里的话就告诉我们 定位到多少个 一共多少个 这是第几个 一个的话 那这是第一个嘛 就是定位到的话 会有一个黄色高亮的显示 懂了没有 好 你直接复制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啊 直接复制 那这是我们定位的 这是第一种方式啊 好吧 这个是第一种啊 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的话 呃 是哪一个呢 就是我们选中了这个标签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给你看一下第二种方式啊 我们刚刚是复制这边嘛 还有一种方式的话 就是右键 选中这个标签之后 你右键 点击 点击复制 复制selector 啊 点击复制 选中标签啊 然后选复制 然后复制什么呢 复制selector 这个的话就是复制什么呢 复制的是css语法啊 css 然后下面不是有个复制插帕斯吗 那这个的话就是复制插帕斯的 啊 复制插帕斯的啊 这个这个东西 你们的这两种方式都行 打一个小技巧 但你不能依赖这个 不能过于依赖 那我们也可以复制一下他的一个css 暂停 你会发现写法会不一样 对不对 你会发现啊 他的一个写法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吧 这个他也能匹配到数据啊 这个也能匹配到数据 那我们把这两个都复制给大家 看一看 给大家看一看 放在这里面 点上一个get 那这个是tattle 啊 还有一个是哪一个 啊 我们这里有个tattle1吧 那还有一个的话是刚刚的这个 我们来也给他复制一份 啊 也给他复制一份 OK 我们把这两个都打印看一下 看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他应该是一样的啊 都是同样的东西 你看到没有 啊 都把这个什么呢 he的标签给他获取到了 虽然说他的写法是有点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都能用 都能用 都能用 Python可以当爬虫用吗 啊 Python就是做爬虫比较好 用啊 不能吗 能了 瞎说啊 瞎说 看懂了没有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把什么呢 把标题所在的一个啊 标签拿到了 啊 拿到了 看到没 是不是啊 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一步的话 有没有疑问想问的 好吧 这这这个地方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顾虑了 没有问题 同学扣过6啊 有疑问的同学可以扣过5 用 Python爬进我的心里 你怎么给你给气的 你这个同学怎么给你给气的 你怎么强人所难 难上加难 OK啊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继续啊 好 那我们继续啊 来 我们看到这里啊 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的话得到的是什么 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标签 是整个he的标签 我要拿到的话 我要拿到什么呢 拿的是这个标签里面的文字内容 啊 要的是他这个文本内容 等要的文本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哎 冒号冒号tags就可以了 打冒号tags的话 就表示取这个标签里面的文本啊 这个的话是 你不要 很多同学可能问 那老师这两个冒号表示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一个语法 就表示什么呢 取这个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取这个he标签里面的一个文本内容啊 取他里面的文本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得到了一个嫩 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嫩 凭什么 凭什么 他突然出现来了一个嫩呢 啊 tags啊 啊 刚刚没加载出来 我就说他为什么凭什么给了给我一个嫩 因为我明明就获取到了数据 结果他为什么返回了一个嫩 嫩的话就是表示没匹配到啊 没取到数据啊 OK啊 这句话就是提取我们的文章标题啊 啊 文章标题就这个了 OK 那么来第二步啊 获取文章的内容 喜欢有钱的男女无所谓 不要说的那么直白 可以委婉一点 对啊 我们都是看圆啊 看圆 不能说看钱 我们只看圆 多少圆呢 八千八百八十元 OK啊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呃 标题 那么文章内容的话 同理可得啊 同理可得 同理的话 我们去先找一下 咱们的一个 文章内容 那文章内容在哪里 对 文章内容在哪里 在这里啊 这个里面 对 是不是这个里面 对 也就是这一块啊 也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里面 都 这个里面是包含了 我们整个文章内容的 那他的语法是哪个 就他吗 对 就他 是不是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语法 是不是 一共有两个 我们就写取一个就可以了 点上一个什么呢 get OK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呃 info啊 文章的一个内容 content info吧 文章 内容信息 OK 内容信息 视觉设计好学派 还是什么 好学啊 都好学啊 都挺好学的 OK啊 这个的话是把我们的一个呃内容啊给他拿出来了 对啊 拿出来之后的话我们先干嘛呢 那我们就要保存数据了 保存数据 对啊 保存数据的话我们的目的是把什么呢 把文章的内容保存成pdf的一个文件 打保存pdf文件 如果说我们想保存pdf文件 并且的话我们要保证文章的格式啊 它的格式是正确的 就是它的格 你看人家文章写的辛辛苦苦排版还是蛮好看的 但人家排版是好看的 我们为了保存它的一个什么呢 呃 形式的话我们可以首先干嘛呢 第一步 啊 我们先啊 分两步去保存 分两步 第一个呢 先把文章内容 把文章内容 保存成html的文件 然后第二步 然后把文章啊 把html文章内容 文章 文件啊 转成pdf 打转成pdf 那不相当于保存pdf的 而且这样的话格式是不变的 就它的文章格式 是吧 是不变的啊 那就保保留它原汁原味的东西啊 原味的东西 这排版好看吗 好看的呀 啊 这排版就会好看 就是它是什么排版 我们就是什么排版 懂了没有 就就它这个是 它排版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保存下来之后 它的排版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保留它的呃 原始的排版啊 排版 就原汁原味吗 原味的啊 原味的 大家不都是喜欢原味的吗 OK 啊 保存一个html的话 我们用一个格式啊 用一个格式就这个 这个是一个前端的模板 刚把这个模板发给你们 哎 模板发不出来啊 对 模板发不出来 发不出来的话 你们找慕子老师要吧 你找慕子老师要一下 这个前端模板 老师说好看就好看 牛的呀 我真的好想说你 你在 你平时 甜的还是蛮狠的啊 这甜的还是蛮狠的 有点过头了 别这样子啊 别这样子 你们这样子搞得我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然后我们这个模板啊 这个模板的话 啊那我们把把内容啊 把我们的文章内容给他传到这个里面来啊 传进来 那边有个康程程 等于什么呢啊 html 点上format 这个article啊 就是我们传进去的内容啊 把我们的一个康程车info给他传进去 那就把我们的文章内容给他传到这个里面啊 传到这个里面来啊 传这个里面来 然后我们再通过什么呢 啊通过我们的一个保存啊 保存我们的一个html文件 vso pen html啊给个路径吧 啊我们的一个html文件路径 html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啊一个文件路径 html文件夹 加上我们title文件名 再加上点html的一个文件格式啊 这是他的文件路径啊 那么直接给大家把这个放进来 然后保存方式的话model等于一个w 给个编码encoding utf-8 isf 来我们写入数据 f点上一个write 把我们的内容啊给他写进去 ok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什么呢 把这个呃 网页的文章内容就保存成我们的html了 啊就保存成这个html的一个文件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啊 那这个 那这是我们的html的文件 但是这个文件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啊 有有一个问题 看到了吗 他他有个问题啊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图片是不是没有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的图片他没有展示出来 按正常的话我们这里应该有一张图的啊 就这个地方会有一张图片 但是我们实际上的话他没有返回 那么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代码的一个样子啊 他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是我们图片的一个位置啊 图片他是这个样子的 来他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实际上的网页的一个网页的一个图片 他是什么样子的 他这个标签是什么样子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他他里面的话有一个什么呢 啊有一个这个网页 看看有有个这种图片的一个地址啊 有个这个图片地址 但我们这里的话是没有地址的 我们是一串这个内容 对那我们的地址在哪里啊 在后面这里啊 后面这里的话是他的一个图片内容 对后面这个地方的话是他的一个图片内容 就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应该是他的一个图片内容 是不是 那所以说我们要给他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理 就把什么呢 把这一个图片的一个内容啊 就把这个图片啊 那这个这个内容给他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里啊 放到这个地方 对他他有一段这个啊 放到这里 那放到这里的话 他就会有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替换啊 给他替换 对吧 给他替换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一个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嗯 我们找一下那个图片的地址啊 一个是他 那这里的话用正则啊 用正则把它取出来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图片的内容啊 对 这是我们的图片内容吧 我们可以有两个啊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两个 啊 有两个 来 我们来写一下 发现一下 那我们用正则啊 导入正则 这里的话注意听啊 导入正则表达是模块 这个的话是稍微有点绕的啊 稍微有一点点绕啊 有一点点绕 但是他问题不大 那我们首先啊 去匹配一下 通过正则啊 我们这里话 因为 正则匹配啊 正则提取需要被替换的内容 啊一点放了 那我们看一下他需要替换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 是哪一个呢 是这一串啊 是这一串 我们稍微复制一份 搜一下 搜一下这个东西在哪里 搜不出来 搜不出来的话 那我要搜这个了 搜一下 也就是前面的有一段内容啊 这已经搜了两个 两个啊 就这一块 我们要把这一块内容给它匹配出来啊 把这段内容给它提取出来 从这里啊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哪里 到这个中间这一段内容 我们全部要给它取出来 全部给它取出来 就中间这一块 就是我们需要把它替换掉的内容给它取出来 点新问 给你们截个图啊 那就这一段内容啊 它一共有四张图嘛 这个的话是需要被替换的 对啊 需要被替换的一个内容 先给它取的 就要把这段内容给它替换成像我们的图片的一个形式 我们先给它拿出来 content info 那我们用一个img list去接收 然后我们再用正则什么呢 用正则提取什么呢 下次讲什么内容啊 下次讲什么内容 一般都是看心情的 官客讲什么东西的话 它不是固定的 啊 替换的内容 R1点上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链接啊 链接的话是在哪里 是这个吧 这个是它的链接啊 那么说一下它链接在哪里 链接的话它有两个 前面这里有一个链接 那我们把这段给它复制过来 给它复制一份 那这个是我们想要的链接 那么用个括号点心文表 那我们看一下能匹配到多少个啊 应该安正常也是四个啊 那也是四个链接 哦 但这个不对啊 第一个是匹配的是对的 第二个呢 第二个的话它匹配的有点长 那第二个的话它匹配的有点过长了 它怎么匹配这么长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匹配的太长了 那这样的话是不对的 因为第一个的话 你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匹配的 然后如果说你是按照第二个的话 你看它有点太长了 把前面的东西都给我们呃 匹配出来了 打前面还有这么大一串内容 全部给我们匹配出来了 对那这个的话是不对的 不对的 好吧 那么来看一下第二个 因为这里的话 你的正则的语法的话要写对啊 你写的有问题的话 它是不得行的 这个语法一定不能写错啊 因为写错的话 它匹配到的数据就不对 看一下用哪一个 来瞄一眼 要不我们也用这个吧 这个语法已经不能写错啊 写错的话 你匹配到数据到时候 提换提换不出来的 点新问 第二个 第一个 我们要看一下 它匹配到的数据 对不对 OK 那没问题 那就这个 好 那我们用个imgul ul gonglist 去接受 我是湖南的 湖南的 讲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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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想听 不是学的是技术吗 为什么大家想听感情呢 对不对 那么给它便利一下 img 然后imgul 因我们的 in我们的 gip mglist 还有我们的一个mgul list 给它便利出来 便利出来 便利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要从哪个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 点上 response replace replace 把什么呢 这个是需要被替换的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mg 替换成什么呢 mgul 给它替换一下 替换之后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内容 进行一个保存 来我们占用现象 来刷新啊 这样的话 就会有它的一个什么呢 图片的一个内容 这样的话 就有图片的一个数据了 看懂了吗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懂啊 这里话会有一点点绕啊 有一点点绕 就是我们66行 到我们71行 有没有不懂的 66行到了71行 能听懂的啊 思路能明白的同学 可以抠过6 有一万的同学可以抠过5 听懂的话就有 有听懂就抠过6啊 有一万的话可以抠过5啊 大致明白是吧 OK啊 啊在那我就稍微的 举个例子啊 给你们举个例子啊 那给你们举个例子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img list 它是一个什么呢 呃它是个 A B C D 然后有一个img real list 来 real list 它是一个什么 一二三 四啊 OK 它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content info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四五串啊 有个四五串 四五串的话就是个什么 哎 自由 自由老师 然后中间的话 这个是A啊 这里是A 然后这里是B 然后这里是C 啊 这里是D 对不对 那就相当于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给它复循环并力啊 复我们的img和我们的img real 因我们这个啊 我们以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形式给你们看一下 演示一下 那它打印出来的话就是两两对应的吧 就是A是一 啊 没加冒号 sorry 那它A对应的1 B对应的2 C对应3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的内容 把里面的abcd给它分别替换成什么呢 把a替换成1 然后b替换成2 c替换成3 d替换成4 对啊 那就是什么呢 content info 等于啊 点上replace替换 把什么呢 把这个img 就是把这个abc啊 替换成123 123 然后最后的话啊 我们可以打印一个什么呢 content info 那它就会从a自由啊 自a由bc啊 老c 对吧 cd啊 变成了123 4 看没有 就变成了啊 123 4 懂吗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我们这一块的代码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我们刚开始所拿到的什么呢 我们我们所拿到的一个图片的话 它是呃 不是正确的嘛 不是正确的嘛 就是它那个链接是在后面嘛 我们要把那个链接给它贴换进来 这样的话才能把我们这个图片啊 作为一个展示 不然的话你就看不到图片 看不到图片 知道吧 啊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懂了吧啊 就是把它一一逐一替换一下 逐一替换 OK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html的 对啊 那么现在的话就要做一个什么呢 把它保存成pdf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要把我们的一个 呃 html的文件 嗯 html 转成pdf的 给它转成pdf的 那这个转的话 我们是需要一个软件的 需要使用到我们pdf的一个软件啊 有个软件叫什么呢 pdf 就这个啊 wkhtml to pdf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的话 你们去找木质老师样啊 去找木质老师 没有同学可以找木质老师样啊 好 那么还要导入一个pdf那么快啊 导入一个pdf那么快 inportpdf kht ok 那么首先这里的话 我们也给一个什么呢 给一个pdf的一个文件路径 ok title 加上什么呢 点pdf ok 然后我们配置一下 配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内容 点上configure html to pdf ok啊 那这个的话 就把我们那个软件的路径 给它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那个软件路径给它添加 因为老师的话 像木质老师给大家发的话 应该是一个 一个压缩包 然后你随便解压一下就可以了 你就把你的那个东西给它解压一下 解压之后的话 对吧 你就把它路径给它复制过来 对吧 就解压的话 一般是有个文件夹吧 你给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好 复制过来 然后还有呢 它的一个文件啊 那个 exe的一个名字 也给它复制过来 啊 也给它复制过来 好 就这样子的 对 那我们用个config去接收 打配置一下 配置一下这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什么呢 进行我们的一个转换啊 就是 进行转换 那么pdf 点上我们的一个分 field 把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呃 刚刚所配置好了这个东西 configuration 等于什么呢 config ok 放这里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进行相应的一个转换了 啊 我们直接运行 啊 运行之后的话 它就会把我们的pdf文件 嗯 这里报错了 嗯 我这里为什么会报错呢 work html to pdf 这个没打错吧 没打错啊 但是突然来个报错 我的人傻了 他说这个是不是这个 这里面这个有问题 嗯 他又换了一个报错 好好好 你的报错还还花花是报错啊 预期的字节对象 按正常是没问题的 他这里我还要改吗 我给他改一下 试一下 我靠他真的要改圆码 还真要把圆码改了 把圆码改了就可以了 他报错是那个圆码的问题啊 那这样的话就是pdf的一个文件 干嘛 这是pdf的 精神的 这一报错 那这个就是pdf的 然后他是什么样的格式 就是什么格式啊 刚刚那个报错的话 他是报错了什么呢 报错的是这个圆码里面的 报错啊 就这个圆码里面 他说这一个 他写的是dcode 就说你是不是要把它 这个dcode是有问题的 你要把它改成ncoding啊 那么就给它改成ncoding 然后运行就没有 没事了 这是保存pdf的一个文件 跟我们这个格式的话 是一样的 就跟我们在 在这里看到的格式 是一模一样的 他是什么样子的话 就是什么样子的 OK吧 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 单个的一个采集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单个 搞定了 有疑问想问的不 精神的 老师自己报错 看不懂报错怎么办 翻译啊 看不懂报错 你就翻译啊 是不是 你看不懂报错的话 你就翻译报错啊 翻译报错 看他的翻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报错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的话 你看他是哪一行代码报错吗 然后一步步 逐步去分析 他都会给你 告诉你 报错原因的呀 他不是会把 你知哪个地方 报错了 哪个地方有问题 你都翻译完了 也不清楚 那说明是你相关的 字典没有掌握啊 就你相关的字典 你还没有掌握 对啊 然后就 有问题 这也很正常 还有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遇到任何报错 你都可以帮你解决 都可以解决 就是遇到任何报错 都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就你在学习Python的过程中 学习Python的过程中 遇到报错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对不对 很多同学都不知道 你都老说我报错了 对吧 他我报错看不懂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搞 是不是 其实很简单啊 想知道吗 来想知道同学 扣个1 对啊 想知道如何解决报错吗 如何解决报错吗 如何啊 快速的解决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代码 八个问题 啊 想知道的扣个1啊 想知道的扣个1 想的啊 扣1 不想的扣0 不想的扣眼珠子 不想的扣眼珠子 只有两个东西想 三个 直接问老师就行了 对吧 很简单 是什么呢 报名参加咱们的一个系统课程 好吧 这个的话是报名参加咱们的系统课程 跟着老师从零技术入门到项目实战 一步一步开始跟着老师学 是吧 就老师手把手带着你去学 有任何不懂的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问 对吧 你找我问 你哪里不懂 我直接帮你解决哪里相关的问题 这个不就是很快速解决了吗 快不快 对吧 这是不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这不比GPT好吗 你问GPT的话 他不一定能够解决得了 对吧 但是你问老师 他肯定是解决得了 好吧 那就是跟着什么呢 跟着老师来系统学